拖着挖机从拉萨回四川达州的路上 在八庆到玉树段 我们遇到了一条非常烂的路 一路上都是泡盘坑和大水坑 我们就一路走一路平 直到把挖机里面的油烧干了为止 让这次旅途不留下遗憾 兄弟们 这里又是几个大坑 这个怎么搞啊 哎呀这一路修不过来啊 这个水坑又是这么大的水坑 这怎么搞 这个路还是把它修一下嘛 把水挖掉跟刚才一样 把水挖出去 再把这些渣子给它弄平 这个外面就是悬崖看见没 这个路怎么这么烂呢 修嘛把挖机开下来修 把这个时间已经耽搁了 现在都现在都已经四点五点钟了 今天可能跑不出去了 今天我们就在前面那里休息一下 他这个水我看 我看啊 他 他在前面你看没 他前面抓烂了的 打烂了的你看没 把水盖排过去看看 你看这个保险杠 这水的保险杠挂掉了 他这里打烂了的 哦他这里打烂了的 把这个水从这里排下去 从那儿排下去 他那儿打烂了的呢 原来这个烂了 太烂了哈 难怪刚才那个小伙说这前面比那个还要烂一点 这个这个坑比刚才我们填那个坑还要大 啊 能的 能的 你们看吧 里面前面是杂质是不是 里面的我们今天不要挖了 把那个挖来把填过去 让那个血切让那个水 排在那个 就是外面滴了嘛 滴了然后让那个水就从那儿排出去 有的水就排出去了 水就能的震了 这个大这个坑 大车好过啊 这小车就不好过了 这小车 哎哟 都磕底盘了 这是个皇冠 哎哟 底盘磕到了 他这个走水里面怕好一点走水里面 你看这些小车在这个路上都在走S弯了 这个越野车就稍微好一点 我们把挖机弄下来 把这个路修一修吧 今天可能 觉得附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就行了 现在都 5点多了 小桃就开着挖机来修路 然后我就在边上帮他指挥一下 看看过往的车子 我们才修了一会儿 这个车子就越来越多了 就堵在这里了 我们就先停先把这个车子啊先给他放过去 稍微等一下 先把车子送过去 堵得太多了 车子堵得太多了 这里面敢不敢走 这里面 走里面 走里面 走里面过 往里面走 这个车子实在太多了 不好走啊 不论吗 这个大坑 就填好了 是不是看着平顺了很多 然后前面那个大坑 现在小桃把这个水挖出去 为什么要挖出去 你们看到没有 刚刚过了一个大车 把这个水带过来了 所以说这个水不排掉也是个麻烦事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水给他排掉 排掉之后 再把这个坑填起来 前面还要两三个 还要三个大坑 今天 今天把这几个坑填完 填完了 我们就找个地方休息 不走了 现在就 6点多钟了 6点多钟了 修了一个多小时了 那个大坑里面的水 挖完了 现在我们挖一点渣子 把它填平 填一下 现在是晚上的7点多钟 这个外面真的好冷了 有点找不住 我就在拖车上面来坐一下 然后小桃就把前面的这个水坑的水给他放出去 放出去之后再把这个地方给他填起来 就好了 兄弟们 这一段搞完了 没有油了 我们把这里搞一搞 上板车走了 挖极真没有了 挖极没有 前面这个坑就不填了 填不了了 这一段烂路总共有80多公里 基本上全部都是这种 大水坑或者是炮弹坑 我们本身打算的是边走就边修一些车子不好过的地方 那种小坑我们就不修 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这个挖机在这里干了一天活 把这个油烧干了 这一路上300多公里路基本上都没有加油的地方 其实我们背车里面还有一点油 但是这个油我们不敢动 因为这么远的路我们害怕这个车子到半路没有油了 到时候就麻烦了 这个地方幸好又不好 最后我们差不多到了杂多县才碰到一个加油站 兄弟们 前面的那几个大坑我们填完了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坑没有填了 没花填了为什么呢 第一个天黑了 第二个 挖极没有油了 挖极没有油了 再干的话我们挖极都上不了板车了 现在我们把上上板车 就往前走了 在前面去把油架满 前面有四五个大坑 那四五个大坑我们填完了 就现在一个小坑了 这个实在没办法了 啊兄弟们 我们就出发去下一个地方了 我们走了几百米 这里有几个大坑 这个坑你看看这个坑好深了 我们挖极跟着下来 哎呀左右偏左右偏 我们把这里随便填一下就走了 挖极实在是没有油了 然后这个坑你看看这个坑也很大 我们想填但是填不了了没油了 没办法了兄弟们 就把这个坑大概填一填 把这个坑大概填一填就走了 哎呀 主要是挖极没有了挖极要有的话我们就把这几个坑 全部给他填了 把这个 高度地方稍微挖一下把它填一下 填一下要稍微好走一点点 随便填一下就行了 如果是挖极没油了 我们把这个坑随便填一填就行了 其实前面还要很多大坑 没法搞了兄弟们 我把这个坑也搞的 復养一下